Hi YouTube 大家好,我是李伟康 如果我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请你帮忙订阅、按赞,同时打开小铃铛 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制作更多关于马来西亚时事评论与公民议题的动力 在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先和大家科普一下马来西亚政府组成的基本步骤 马来西亚是一个郡主立宪制度的国家 国家元首在每次全国大选后,会根据联邦宪法第43条委任一位得到大多数国会下议院支持的国会议员,担任首相 有了首相以后,国家元首就会继续在他的建议下委任其他内阁部长,比如副首相 从而组成一个管制国家的行政团队 所以,首相一职是马来西亚政府的第一代表 2020年2月24日,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在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了希望联盟的瓦解 希望联盟Bakatan Harapan,简称西盟 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政党联盟 由四个政党分别是人民共振党,民主行动党,土著团结党和国家诚信党组成 于2015年9月22日成立,并获得了沙巴民族复兴党瓦瑞珊的支持 这个政党联盟在509第14届全国大选,促成了马来西亚历史性的改朝换代 以简单多数的优胜122席,成功让我国有了首次的政党轮替 自马来西亚独立起、执政起超过60年的国阵,则败选成为反对党 我国国会的下议院Devan Rayad,共有222个国会议席 其中,由安华任党主席的共振党占最多,共51席 马哈迪领导的土团党有26席,而民族行动党和国家诚信党分别有12席及11席 最后,沙巴民族复兴党有9席 在2月23日之前,大家都还在质疑这次的政府会不会在下一届大选会不会赢的时候 希望联盟却在24日宣告瓦解 瓦解的原因是因为土族团结党以及阿兹米的派系宣布退出希望联盟 这样,导致希盟在国会的议席从原本占大洛书的139席 剩下102个国席 所以,当时的希盟政府实际上已经倒台 这次的政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导克的土团党和阿兹米的派系 都仍然退举顿马哈迪为首相 所以,就当大家原本以为政府会以内阁重组的方式实现政变时 作为希盟首相的顿马哈迪,却在24日的中午1点 震撼地向国家元首提出辞职 同时,也宣布辞去土团党总裁的职位 这个举动,就非常令人觉得摸不住头脑 顿马到底是什么葫芦,卖什么药 再说一次,如果要替走共产党,火箭党和陈契党 那么,他可以直接以首相的身份改组内阁就可以了 根本不需要辞职 所以,他辞职就我的分析有以下三个主要的原因 但是,这三个原因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上 那就是,这场政变不是顿马在策划和认同的 第一,他是在希盟授权下担任首相的 希望你们倒台,他在法理上也必须辞职 而第二个原因,他很清楚宪法下的每一个条文 就是一旦首相辞职,所有的内阁部长包括副首相也必须总辞 或者是说,所有的内阁部长权力都会随着他的辞职而失效 当大家在这方面只看到其他希盟部长事业的同时 却忽略了对马要拿回的,其实是最重要的内政部长的权力 如果事情依照现在的发展 他和土团党的赌席,但司令姆怡定真的不能够达成共识的话 那么,他立刻要从姆怡定手上拿回马来西亚的维安力量 也是非常合理的 第三,对马在辞职之前呢 已经知道他会成为当今民主制度中 唯一一个得到不只是majority support 但同时是all support的首相 我相信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 而他在进建国家元首之后 陛下也启用联邦宪法第43条2A的权力 委任他成为过渡首相 该宪法的英文条文是这样写到的 发动政变 要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并贵神述 如果不能快到掌乱马掌握政权 那就会让当事者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 再争取回原来的支持 老马的辞职 其实是直接狠狠地打脸了 本来想借踏过桥的土团党和阿兹米派系 让共政党、民主行动党和澄清党 有了时间资源可以再游说其他国会议员归队 但是如果一旦不能够在3月9号国会服务之前呢 争取到有利的组合条件 那么唯一的杀手锏就是解散国会 重新把选择的权力交回给人民了 这几天马来西亚的政治演变真的是峰回路转 也难怪有人会说 我以为509投的是选票 但是到今天才知道是计票 也真的老实讲 这种情理之内、意料之外的情节 看比一流的电视情节 然而我们在这个大时代 就活生生地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 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最后想问大家 如果你是顿马 你会在这个时候做什么选择呢 A. 接受土团党与阿兹米的建议 重新组成由Amnor Prasadu ASMIPAS和马华组成的联合政府 B. 协助安华重新夺回西盟的权力 C. 解散国会重新洗牌 D. 其他 请各位朋友在留言区和大家交流 并给予意见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按赞 同时转发给你的朋友 这几天 马来西亚的形势发展有很多的变数 我会和各位一起 关注我们国家的事态发展 我是李伟康 我们下个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